一颗棒球大的肿瘤 就长在这位15岁男孩 米产里的幼粉布 躺在开刀床上 男故事不停轻拍胸口安抚 面对接下来的手术 内心的恐惧紧握拳头 蛮大的笼包 笼包所以它造成 它走路都会困难 为什么因为会很痛 然后局部肿胀得非常厉害 消毒后麻醉 再用手术刀划破笼包 仔细挤出满满的笼 不到15分钟 慕斯亮悬载心中已久的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 坐着轮椅 整条右脚爆炸生殖 两周前一场车祸 统长达摔碎了膝盖骨 开到十多天了 一场疫症 入院拆线 大大减起了经济负担 一整第一天 温馨的小故事 在每个疫症角落 默默酝酿 消除病苦后的小中 更是昏暖着 美味医护的心 大约新闻 潘晓彤 福采军 柬埔寨台北八仙报导